智能手機越吹普遍 不少小學生甚至幼稚園合同都經常接觸到 不過現時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市場 有大量血腥暴力的遊戲 小朋友很容易就接觸得到 雖然部分遊戲都有警告字句 但是始終阻嚇力有限 小朋友隨手一按就可以大開殺界 就以這個以跳樓為主題的遊戲為例 主角由高處墮客 結果往往是身手二處血花四淺 血腥程度令人豪然 任市及北亞物品審裁員葉興國試玩之後 直言這個遊戲渲染血腥 不適合小朋友玩 這個遊戲太過血腥了 我自己的看法 沒有需要做到 一跌下來 血腥就飛到周圍 雖然血腥暴力的Apps充斥 不過政府一於小理 負責監管的電影部刊辦 只會在接獲投訴之後才作出跟進 不會主動出擊 所以過去兩年和今年的第一季 都是零檢控 有人涉及北亞物品審裁員 就表示曾經多次向當局反映問題 但是就未見有任何改善 炮轟當局手朱代套 助長歪風 荼毒心致未成熟的小朋友 促請有關方面加強監管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